近日 美国警察连开七枪射中黑人男子 全美再次掀起示威浪潮 示威者和警察激烈对抗 导致美国城市街头再次变战场 在此混乱之中 还有人趁机放黑枪连杀数人 据野兽日报报道 当地时间8月25日深夜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的示威现场 一名手持步枪的17岁少年凯尔·里腾豪斯 因涉嫌在抗议活动中枪杀两人 打伤另一人 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根据美国法院公开记录 年仅17岁的凯尔·里腾豪斯 在伊利诺伊州被捕 面临一级故意杀人罪指控 甚至法庭还为其贴上了逃避死法的标签 法院安排他于8月28日出席引渡听证会 据美媒报道 里腾豪斯来自伊利诺伊州 而该州规定 居民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是18岁 他提前一年就获得了手枪 很明显这是违法的 目前还不清楚里腾豪斯的枪支来源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声 措辞十分严厉 文中称 绝不容忍在美国街头出现的 抢劫 纵火 暴力等无法无天的行为 其中的布子还专门着重强调了一番 可见特朗普已经起到什么地步 特朗普随后表示 自己将派遣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执法部门 前往当地帮助恢复法律和秩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据网友从社交平台扒出的信息可知 这位17岁的连环枪手的另一种身份 竟是特朗普的忠诚拥护者 当地时间1月30号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德梅因举行的一次集会上 17岁的凯尔·里腾豪斯 于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现场片段 视频中可看到 在现场的支持者均佩戴小红帽 表示对总统的狂热支持 而里腾豪斯在现场的位置十分特殊 距离演讲台左侧仅仅几米远 报道还称 嫌疑人里腾豪斯是一位白人警察崇拜者 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内容 大都与支持警察执法有关 在2020年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之际 这位支持者可以说是给特朗普捅了大娄子 白宫也只好做紧急切割 现在美国国内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团乱麻 新冠病毒损害了美国人的健康 也打碎了美国政客描绘的优越感 越来越多的枪击案 也击破了美国社会的底线 而现在美国最不缺的就是新冠病毒和枪 接连的暴力执法 也给了民主党一个攻击特朗普的机会 然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可能都很难解决美国的这一堆矛盾 在这一堆矛盾 每个人都不缺的 在这一堆矛盾